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其样的说法均等为不适当的推论 例如我们看到撞球台上母球撞击子球之后子球入带 我们看到的只是母球撞击子球后面紧干着子球入带 我们不能说母球撞击子球是子球入带的原因 这样说听起来很奇怪是吧 母球撞击子球明明就是子球入带的原因啊 修姆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经验的重复 当母球撞击子球后我们总是看到子球入带 这种经验的重复会带来习惯跟预期并非理性的推论 A事件后面经常跟着B事件 我们不能说A证明了B或者A和B之间有什么神秘连结 因此修姆认为英国关系只是一种主观的联想 英国律的理性基础如果受到动摇 很多学问都可以丢到垃圾桶了 也难怪修姆的思想都会认为是异端邪说和亵渎神明 因为他的想法实在是太雇人愿了 那针对英国律的问题我们这里提供三点看法 第一先后不一定基于英国 但是英国一定有先后 例如有对夫妻吵架之后 丈夫为了安护妻子总是会送一束花给他 妻子也就会生气了 这种事情一再重复之后 我们能说吵架是送花的原因吗 如果这样说就真的是一种主观的联想了 我想真的原因是丈夫为了安护妻子 让他不再生气 这种原因呢就不是主观的联想 而是一种基于同理性的反省 原因或结果这类字眼是在成长过程中学习而来的 但是原因或结果这类概念有可能是天生的 是基于共同的人性结构 第二 修姆认为英国律只设一种必然性 而必然性仅属于数学和解合学的世界 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A事件发生后 B事件如果不发生会变得无法理解 事实上世界上有太多事情都不具备必然性 以前面的例子来说 丈夫为了安护妻子不一定要送花 也可以请她看电影或吃饭 只是可能送花特别有用 所以丈夫一再重复罢了 虽然少了必然性 我们一样可以说 丈夫为了安护妻子 是丈夫送花给妻子的原因 并不能因为少了必然性 我们就说英国关系只是一种主观的联想 第三 虽然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具备经验上的必然性 但是有些想法却和数学一样 具备概念上的必然性 例如 所有的结果都有原因这句话 原因指的是某种动力 动力所造成的作用便是结果 在学院上有个很经典的问题叫做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意思就是 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 所有的有都有某个原因让它变成有 否则的话 无只是无 无不会变成有 例如 你想上大号是因为你吃的东西 你想喝水是因为你口渴 你会存在于这个事业上 是因为你妈妈生下了你 你妈妈会存在 是因为你祖母生下了她 万事万物都有原因 只是或许你也不知道而已 就好比修魔这种个性温文竹雅 即使遭受背叛也无私对待朋友的人 为何会在思想上 有现出较为尖酸刻薄的一面 我想答案只有上帝知道了 好 那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你 哲学是我的左脑 音乐是我的右脑 我是艾尔嘉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你 如果你发现我好的 那你 miracle